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腾讯视频APP 首页搜索饭局的诱惑第二季 更多幕后精彩花絮 等你来看 宁静 宁不宁静的麻辣以后 饭局首媒单发嘉宾 代表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这这 够出口标准了 我是胖了点 真是老赵平 我是个怀旧的人 挂厉的年代 当年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资深美女 这个现场 这是我的画作 犀利吓人的眼神 这是我认为了我自己 问题来了 这 不要太刁钻了 请写下一个形容 你现在心情的 你有毛病 整人啊整人啊 你杀过最后悔的一个谎言是什么 这有问题吗 挺庄严的 我确实插过最后悔的一个谎言是 欢迎光临由宋静超市冠名赞助播出的 饭局诱惑第二季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 跟我们一起享用美食 接受我们的诱惑 以及用她的演技来压倒所有她的竞争对手的 是一位大明星 我们要一起站起来欢迎宁静小姐 欢迎 欢迎宁静小姐入座 好 各位玩家请坐 我们的新社员要加入我们这个社团玩游戏 我们要先宣个试 可以吗 太认真了吧 来把手放在我们的苏格拉民小狮子上面 各位我以苏格拉民的名义启示 我以苏格拉民的名义启示 聊天的时候一定真情流露 聊天的时候一定真情流露 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虚情假意 如果违背这个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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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的古董跟玉器 我买的明镜买的古董跟玉器 一半是假的 全都是假的 宣试完毕 宣试完毕 这是我最轻松的一次宣试 后果都是别人承担 我猜到了 所以我一句都没有说 在我旁边这一箱是宁静她的收藏 每一个都有祭奠意义 天哪 宁静我可以碰吗 还是我不可以 我可以碰吗 那因为我得给她看一下是什么 可以 我老喜欢你了 多谢 我喜欢这个 那个爱丽 这个的尾巴 它是爱丽丝梦游仙剧里面那个猫吗 就是它 因为我其实那么老了 我还是喜欢毛绒玩具 还你说自己老了 你们都没有反应吗 谁老 你老的世界上还有年轻人吗 谁老的不精进 所以其实这个玩具 是我儿子去玩迪士尼 就好像是上海那个吧 他知道我喜欢毛绒玩具 然后就 就挑了这个给我 对 哇 我就很喜欢 这个 这个真的我很喜欢 还蛮时髦的 他就是很滚用 很喜欢他的表情 是很可爱 很高 既然提到了儿子大人的话 有件事情我真的忍不住 要询问一下 您知道宁静小姐在她的微博上面 写了很多有深度的内容 文笔很好 然后耐人寻味 您自己说她儿子问她 婚姻是怎么回事 有这么一则吗 还记得吗 因为我的儿子吧 就是她不是按照常规出牌出牌的 所以我又猜不到她的内心 她不看微博也 但是我发的时候 我就特别希望她看到 她看不看你演过的戏 她也不看 她从来不看我演过什么戏 我演过什么她也不太关心 这是真感情 我也从来不看萧萧演的戏 她是你妈妈 因为我不是那种妈妈说 你一定要看我的作品 你要讲 有时候我也会了 因为作为母亲来讲的话 都会有点啰哩巴索的 我后来发现我有点穴道了 没有 这不用配合了 你做得很好 你敬责 敬责 怎么救我 笑死我了 我说到哪儿了 你有希望她看一下 我希望了 因为我在家的时间很短 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对 我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 就是我只要在你面前 我就把你教育到 你必须要服帖 然后诸如站着不许动 不许眨眼睛 不许换腿 脖子不能歪 不能问我可不可以换一下腿 或者顶嘴 其实我会有一种 你有这样教过小孩吗 会 我会 经常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特别怕小孩没有规矩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吃饭什么很多规矩 就家里面有一万多种规矩 我们是在家教上面 特别的严格 就是用拳打脚踢这种方式的 所以就记住 很好 有教养很好 拳打脚踢这种 这种其实我不喜欢了 不应该这样 拍马屁拍到马腿上 因为父母他们是比较暴力的组合 然后后来我发现 这个你解不下去 客气 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其实周围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 拳打脚踢的 就是就打 战斗民族 对 我们是战斗民族 对 我们是战斗民族 对 我们是战斗 但有一次有一个同学 就给我吹牛 他说这个那个我从来没有被打过 我当时就想打他一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是 萧萧就从来没有被打过 那你是一个会打架的人吗 一般的男生打不过我 我不是我力气大 当然我胳膊也蛮粗的 是 其实它是有方法的 有方法 对 因为你出力巧不巧 对吧 你这一拳打过去会不会有效果 哦 还好我真的是当了演员 如果我不当演员 我不晓得会不会变成不好的人 就是我是情绪很会突然爆炸的那种人 然后等下玩游戏你们惹他开 哈哈哈 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很淡定 我现在老了很淡定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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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可以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是说我在家里面如果我被打 我出去就想打别人 哎你打过的人打得最惨的是什么样的 会倒下的吧 当然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因为其实高中我就不太打架了 他说他到高中就不太打人家是说我到高中才开始打架吗 哈哈 你是怎么年龄开始打 因为我小学就会讲就是我我是有暴力倾向的 因为我如果我打打人的时候我不太有画面他是比较空白 哦 我妹妹都是把人家打完了我才知道我打到了他什么地方 后来我发现我基本上攻击 我先走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尤其一会儿半夜你们谁杀了他你们这一起保重 哈哈哈 谢谢医生 我我会对人的头比较感兴趣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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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靠脸吃的哈哈哈 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因为所有的引起愤怒的那个部位都是在这边 对表情 不会在胸部对吗 你这样不会引起我愤怒对吗 所以身体比较安全对 脸就难说了 好高哦 我有一次在上海哦 好好有一次去买东西哦 那个大姐真的她把我惹到了 我要买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点心 那个点心是很酥很脆那种 我就说好我也想要这个就是这个给我半斤这个 好那个那个大姐就 就关了我一眼 我心想哎哟我的妈呀你的眼睛这么大呀 哈哈哈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已经长大了 你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超过十七了 我已经长大了 然后我就很淡定 我就哎哟我今天都能做到很淡定 然后就笑嘻嘻的看着他 哇他一看我笑哦 你知道他做出什么举动吗 我真的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就一直给后来的人 而且就一直弄那个东西 你知道那个咔一铲下去就碎一块 咔一铲下去就碎一块 最后他倒过分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人还没走进来 他说哎弄腰什么呀 就是不理你 这是我不见 然后时不长还要瓢我一眼 我觉得这个就是挑衅啊 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杀气 我脾气好我都忍不了真的是 然后居然所有的人都走完了以后 我还笑嘻嘻看着他 我当时就觉得我太牛了 我没有发作 然后我还笑嘻嘻看着他 我希望他把那个两三个好的给我 不要把那些他铲碎的给我 他把铲碎的给我 给你渣渣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他刚才忍住的那个表情 特别像就是变形金刚跟自己说 我现在还是一辆汽车呀 我要变了 我要变了 我还没变出来放掉你 其实他应该看出来的 我皮肤那么黑 你应该看出来我很野蛮的呀 可是他完全没有看出来呀 那我怎么办了 我拿着那包点心 我已经不能控制了 然后我就 等一下了 再砸向了他 然后我就转身就回去 我回去 我在上海契学院进修 我很生气 很生气 你知道吗 就有一个男生 平时跟我很聊得来 因为我们俩都是一类的人 他一下就知道我因为人 为什么生气了 他说 是不是又被上海人欺负了 他就说 你跑步快不快 我说 我没别的优点 就是跑得快 我说我百米跑过十一秒几 你信吗 百米十一秒没有拍手吗 国家纪高准 国家纪高准 我跟你讲 这个故事就开始搞笑了 他说 那你跑得快什么 那我们 我陪你出去 就是看谁不顺眼 就把谁打一顿 我这么好战的人 我都觉得这个不太好吧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就到了学校门口 这种 这个学业已经就长到这种地方 我觉得那个时候 头发就是非常的有质感 怒发冲关 头发有有质感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就不走了 他说 你为什么不走了 啊 你那么怂啊 我说 我说我预感到我将来会出名啊 神转折 真的就是我就是我知道我怂了啊 就是我其实年纪是大了 我们的这种热热血 或者说叫受血沸腾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就是后来我是一个文明的女生 我发誓我后来好像没有打过谁 真的 从来没有 所以你在几集关头拦住了自己 我会 我会 我是一个理智 这话题 然后经理一杯 来来来来 恭喜你当时拦住了自己 这游戏还怎么玩 都要怎么玩啊 今天 来来来来来 没有想到 聊一泽 谁给儿子看的微博 会走到 特意了 然后会走到哪里 不是那种 是情趣难料啊 不是 我是想说 其实我是不喜欢我的过去的 那是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吗 对那个时候 我就是那个米兰 就是那么成熟的 看见马晓军这个小孩 其实我们都见过了 看过了那种 我觉得我们就把今晚 狼人杀的冠军 就是直接搬给宁静吧 对 反正到现在 也没有人敢杀你 也没有人敢验你 没有 我是 其实我的本性 还是向好的 只是 我是想说 我的生活的环境是这样的 我觉得宁静的那个童年的 那个气息特别感染我 我再设想一下 就是我在她那个火爆的童年 如果要是给赞助商念广告的话 大概会是这样的 感谢 刚摘下来 就摆到你面前的 富宁超市 冠名 冠局的诱惑 哈哈哈哈 啊 啊 哎 年不年轻看手机 哈哈哈哈 opo r11 拍照手机 麻辣鞋 感谢你 谢谢 不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真的 真的是应验了那句话 就是像我们 喜欢这样好战的人 基本上在在战以前是没有多少画的 没画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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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要陪宁静玩的是 食人局的半局狼人杀 yep 半局狼人杀食人枪战局 分为猎人阵营和狼人阵营 四名狼人守夜护人同伴 不可杀人 之后每晚可杀死一名猎人 所有玩家白天根据他人的发言判断身份 投票主角可能为狼的玩家 猎人死后可开枪带走一人 尤其采用图边规则 狼人全会逐局 猎人获胜 猎人全部出局 则狼人获胜 好 各位准备好了 那这一局食人局的半局狼人杀 我也会陪大家一起玩 所以呢 我们要把工作交给我们的代理法官 王炳香同学 麻烦你了 好 我们准备进入这一局的游戏 首先各位可以拿起面前的OPPO21拍照手机 依次查看身份 我们先从1号精进开始 你要观察别人的表情 这是你的线索之一 现在从它开始了 2号 那好了 好 2号 林颜柔 啊 林颜柔应该是好人 颜柔刚叹了一口气 李青天 小猫 狼 狼 狼 好狼哎 哎这个好狼相 这个是 好狼相 猜我狼 好大王 5号 5号 非常的直 他拿的那个是病人 6号 颜柔金 3 有一点狼哦 嗯 7号 萧萧 我终于拿到我想要的身份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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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8号 马东老师 康颖哥 康颖哥要小心 您禁捡 好人 你不要因为怕他就说他是好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大家已经一次查看好自己的身份 我们准备进入第一个夜晚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认同伴 天 亮了 好 由于第一个晚上 狼人是不可以杀人的 所以我们从 如今 对面的一号金竞开始发言 但是我觉得刚刚法官那样一炸 我有听到如今跟肖肖一起说 吓死我了 大家都听到了 就是有什么好吓的 像我倒是听到不是自己 我松了一口气倒是 但是我来分析一下 昨天看牌的时候 我是看了一圈之后 我是觉得 大家都还蛮像好人的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法官 刚刚这个有给到我线索 就是我是觉得六次的反应有点怪 就是不知道第一个发言有什么好 吓的 因为第一个发言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没说好 或者没有理清楚你的这个思路 你也可以说我是第一个发言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发言是好的 但是他们会有这个反应 所以我轻踩一下 就是六号还好 但是七号就是 吓死我了 这个反应比较大 所以我轻轻踩六号 重重踩七号 你现在是想要做表情吗 他有时候做表情 我下半部飞是可以动的 我告诉你 你慢着 哪一部分 是 我不是说分开你了 不是 是 你回离自己说话简点一点 好 下一个说吧 言柔好好发言 你对他尊重一点 柔姐 林言柔好好说 你今天坐在我和晴天当中 你好好说 吓死了 我这里是一个 啵啵啵的牌 然后呢 啵啵啵 啵啵啵 啵啵啵啵 然后呢 柔姐喜欢 我这里 用可爱的风格讲 好棒哦 啵啵啵啵啵 然后呢 刚刚在晚上 那个天黑的时候呢 我有感觉到这一边 有感觉那种气音的声音 就是不知道他们 可能在讨论什么战术 然后就是有试着想要说什么 就在 应该是三号或四号这边 就是请大家睁眼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边有个手放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三号四号 其中应该会有一批狼 对 好 不会是三号晚上在叫你吧 好好解释 我刚刚就把手放下怎么了 对 我想一下 二号 二号一开始讲话的时候 嘴巴有点颤抖 我觉得不太寻常 那我不知道他这把 是什么身份 我觉得好人面 应该比较大吧 他这把那么敢 把我们这样踩 踩我们三号四号 所以我觉得好人面 应该是比较大的 一号 金晋应该是第一个发言 所以我 对你没有任何的线索 那刚刚金晋你怀疑 如今跟萧萧 我觉得不太成立 因为他们两个 虽然说吓死我了 但是他们相对而言 他整个那个反应跟表情 是紧张跟轻松的 紧张跟轻松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好人 紧张跟轻松的 对 紧张跟轻松的是什么表情 好复杂的 比较好 比较好 而且萧萧的脸本来就不好动 这个人是谨慎而放浪的 这个人是谨慎而放浪的 这是什么表情 他比较自然跟放松的 所以我觉得6号跟7号应该还好 那我现在水包应该会丢给小猫吧 因为小猫拿到牌之后 他现在没有什么表情跟反应 而且我觉得他这把也怪怪的 第二个我觉得可能要丢水包的 给马老师吧 有点怪怪 有点怪怪的 好 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先说一下 拿到猎人真正的心态是什么 是不怕踩别人的 然后1 2 3号在我前面发完言之后 我觉得最像狼的是3号 因为3号都是弱弱的踩 然后这是 这是晴天如果拿到狼了之后 他会有的状态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解读 然后2号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倒勾狼 因为我昨天闭眼全程 在仔细地听周围的情况 我没有听到气音的感觉 除非是1号说的 晴天有在撩2号说 阎柔 起来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阎柔的那个证据是成立的 因为晴天坐我这边 然后2号阎柔 可能是狼采狼的可能性 如果我死了的话 我可能会带走一个人 2号 3号是我重点怀疑的对象 也是我会投票的对象 过 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发言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来说 自己要带走谁 有点早很像是立马就已经 就是一个狼 然后跳下我就是个猎人 我要是被投了我要带走谁 就感觉很像准备好的一个狼 在说话 而且我觉得其实按理来说 我也很想怀疑阎柔 但是我觉得阎柔刚刚说的那个话 太多细节了 感觉那种气音的声音 在讨论什么战术 有个手放下的感觉 一像是就是一个盗勾郎 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画面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 猎人毕业玩家 真实地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我还是比较相信他 然后我也就是一个猎人 其他精进刚刚所说的6号跟7号 我为什么觉得有一我只觉得有一点怪 我不是说非要跟你这个线索 是他俩同时互看对方 然后说吓死我了 很像他俩是一起的 也有可能是一起是恋人 也有可能我不知道 好 就是轻采一下 我提问你不聊3号吗 3号已经爆了 我爆啥啊我 那么紧张 我觉得他还啊 他经常都很紧张啊 狼 两个狼 过 紧张有什么错吗 紧张代表很重视这个节目啊 你你确你现在还确定还保他吗 3号刚刚说什么了 到我啊 我觉得1号他刚才说我俩吓到 然后他踩了一下我们 但是他也没轻他也没他没没敢重彩 他就是蜻蜓点水的 这样碰一下我们说我怀疑一下 这种状态一般都是比较狼的状态 因为因为猛彩会被会被打嘛 对吧我们是钢板嘛 他他不敢猛踢我们 你看他晶晶的一般的状态都是很 很扎马的那种状态 谁说的我不敢唱我现在重彩 够不够扎马 你晶晶态我怎么敢扎马 你还在这个扎出去 这个弹性特别好 做了一个上海人 尤其容易被抓住人 对啊 我一直在控制自己 不要露出上海人的口音 我一直在控制你 对 我们就不多说话 晶晶这个弹性太猛了 就是我说他不抓马 他就抓马给我看 他已经把自己的身 就在沉浸我才是一个猎人 这就把自己身份做低了 所以我觉得晶晶在我这里 是值得怀疑的 然后晴天不知道为什么 发挥的就是太紧张了 我觉得他刚才那个状态 然后大王又保他 但是我心想如果一个组合 狼的组合是一三五 所以我这里最怀疑的对象是一号 我今晚一定会投一号 但是如果你带着我 我会再再带三号 因为我总觉得一号三号跟五号 起码中两郎 对 起码中两郎 但是后面的老师们 应该也会有两郎 所以 哇 这么简单的算数啊 原来是减二等于二 对对对 说完了 过 OK 好 首先我是觉得 我跟如今刚才那个反应 我觉得是好人才会有的反应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越往越在后面发言 信息越多 你越能知道就是怎么去排 所以我觉得晶晶你怀疑 我们两个太抓马 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觉得相反 如果我们俩是狼人的话 我们才会保持冷静 我觉得我们俩的那个反应 非常的健康 其实听完前面所有人的发言 我反而觉得二号比较阳光 因为我觉得他不像会 自己去制造一个假的场外 然后来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我觉得这个对他难度有点大 你不能相信柔姐 是男人都觉得柔姐阳光 然后我觉得三号晴天 刚才的发言在我这里 是最不做好的 因为首先他摘 帮颜柔解释完 帮一号精进解释 完了之后又给我和颜柔精好身份 最后他踩了一下 那个四号跟马老师 用的是怪怪的这样子的理由 我觉得非常不成立 就是他给了一串的好身份 最后也没有踩任何人 我觉得他水包丢得也很没有力度 然后我觉得四号在我这也不好 因为四号我觉得颜柔给了 那么具体的场外 他竟然反弹是说二三号有起因 我觉得这个反弹不成立 然后相对于一号的话 我觉得五号那个硬往上贴的 这个行为也不做好 感觉所有的狼都在那里了是吗 哎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这边好安静 你懂不懂 因为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踩我们俩的 俩的这个理由已经站不出脚了 他还跟着他踩我们俩 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 但是但是我听完的话 一定要我给一个人的话 我我会给三号 因为我觉得晴天哥哥今天有点 啊 乖乖的 真的不要带我 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一定 但也可能会是一个好的结果 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第一个带我吗 我是场上公认的脚屎棍 你要是第一个帮我带走 我一定会带错的 好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游戏玩到现在 其实第一轮发言里面 各种掩饰 各种躲闪 各种要显示什么都已经清晰了 只能按下意识动作去排一下 我觉得下意识里面 我觉得金晶不对 因为金晶上来以后 说的第一句话叫做 我刚才看了一圈 我觉得大家都蛮像好人的 我是觉得大家都还蛮像好人的 就这一句话的逻辑 其实是一个讨好所有人的 自我保护逻辑 就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这不是金晶 所以我觉得金晶身份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狼坑 我觉得是五号 至于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 乖乖的 你给了吧 对 然后第三个狼坑 我觉得是七号 我这样说是因为 七号上来给了二号 有好身份 就是任何人上来 你没必要给任何人好身份 你是猎人 你就闽狼 你是狼 你就装猎人 然后你就 所以你为什么要给好身份 给好身份 是给自己一个逻辑之点 说你看 我说你是好人吧 所以我也是好人 然后才开始踩 然后到最后 发言结束之前 死踩了三号 我觉得这个动作 有点过于明显 所以我心里的狼坑 是一五七和九 你先别动怒 我这 我还是不归票 我只指出了我的狼坑 我是一个猎人 过 不 慢点 一五七九是吧 对 我觉得是一五七九 其实一号我是有一点猜疑的 五号我也有一点猜疑的 五七我没有猜疑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其实我觉得二号蛮可疑的 对 对 对 是表情 因为刚刚在说到一个重点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那个白白的小脸上面 有一点红红的感觉 让我察觉到了 有一点彩云飘过 对我觉得 情绪有波动的意思 对 因为像她这种白皮肤的女孩 特别会容易紧张或者说什么样的时候 她会那个血液倒流你会看到 其实她有脸有一点点红 看女人很准 真的吗 好吧 五号也蛮可疑的 我说回了一句话 你看女人很准 因为我觉得你有一点点的就是语无伦次 不是那么有逻辑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混乱 实际上刚刚闭眼的时候 我听到这边有些许的响声 在这个位置我不肯定是谁 就在这三个人的地方 可能是那个音乐也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边有有动的地方 还有这次我没有怀疑你啊 因为觉得你过于淡定 因为我觉得她有一种 就这种 没所谓 对对对有一点点 对但是因为两位做我最近吧 我就观察他们两位的那个 就不是很积极 因为好像没有观察过来对吧 所以这次我是没有看到财老师 她有什么表情 另外她现在这种眼神坚定地看着我 就更加不好判断了 我刚刚听了宁静讲话 我觉得她这次气场好强哦 就是对付全场的人一一点名 点每个人的时候 其实都分析得头头是道 虽然我无从判断你是不是狼 可是就觉得你好像对付得了 这一次的气氛 你最后逼问2号的时候 我有点感兴趣 因为她那个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知道她是想要演无辜 还是她真的不知所措 因为的确在宁静的火眼晶晶之下 是感到很恐怖 所以应该有点紧张也是应该的 那我是猎人如果我被 我觉得当然没有我的事 可是如果我被投的话 我大概会带你吧 带我 就纯粹为了让我们的大来宾高兴 我就带你走好了 好吧 那我去看看 好 各位都已经发言结束 现在大家可以拿起面前的 OPPO21拍照手机 进行投票 投票结束 所以晴天获得3票 晴天可以发表你的议案 我说我要带马东老师走 我就是要带马东老师走 嗯 在场 马东老师做不成她自己猎人的身份 她的话术太完美了 并且 一个猎人的身份她应该是 死采 重采 她不会顾左右而言她 你看马东老师最后票了谁 精进 嗯 但她却觉得我发言不做好 嗯 她并没有票给我 我觉得马东老师就是一批狼 她是猎人吗 等一下她可以发动吗 现在还不行 我可以发动自己的 可以发动吗 晴天的一言讲完了吗 还没啊 哦那她就是不能发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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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让我们一起送晴天离开吧 哦 每次玩狼人每次都很紧张 好像越故作震天离 好像表现得越紧张 我们大家可以准备进入第二个夜晚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你们要袭击的是 天亮了 昨天晚上遭到狼人袭击的是 一号金镜 对面的六号颜如今 如今可以发表你的遗言 让我想一下啊 我是猎人 金镜肯定是狼 我现在可以讲话吗 可以啊 因为其实你有改我的发言 如果今天晚上不是你死的话 我觉得你肯定是狼 而且一直在对面 也很阴险地对着我笑 我刚刚其实我起身说的是 我是重彩七号 轻彩六号 但是到你这边 你跟大家说 我没有重彩谁谁谁 所以我当下没有 这是我的一言好 我拿回来 啊啊啊啊 说太久了 我觉得九号 十号 一号 跟五号 其实应该会有剩下的三匹狼 嗯 康文哥太像狼了 康文哥刚才全场都不聊 不聊 都聊言柔 就是最后的言柔那个票 其实是最 最 最没有逻辑的那个票来的 我觉得 好吧我带金镜吧 反正金镜如果我带错了 那就对不起 好 所以六号如今发动技能 带走了一号金镜 金镜可以发表一言 我直接说我带谁就可以了是吧 不要乱带 我可能想带康勇哥 因为我也觉得他很像狼 所以我带康勇哥走 你要带康勇哥走 对对对 好一号金镜可以发动的技能 就是离开人世 带我了你自己今天走吧 带我了 什么美了你 好一号跟六号请系好安全带 让我们大家一起受二倍离开吧 好 老师加油 放心吧 慢点慢点 我还没坐下来呢 我想我该拿到了 这真的是狼 真的 七号肖肖开始发言 妈呀怎么办 我现在怀疑你们每个人 首先我觉得我为什么怀疑 十号康勇哥呢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我觉得他试图把票归到二号身上 我觉得他有点在帮三号掰 然后 为什么 我现在我觉得四号 虽然他跟我一起投的历情天 但我觉得他身份不做好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谁知道你是不是倒勾郎 对啊 我就算投历情天 我也不敢说 我自己没有跟他玩倒勾 对不对 然后呢 马老师 我接下来就要说你了 我告诉你了 为什么我觉得马老师 这个人很有问题 非常简单 这句话是人生的结论是不是 对 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第一轮发完言 我觉得我发言 无懈可忌 完美 结果他来踩我 其实 其实真的是一泻千里 你少来 然后他说 他说我怀疑就是 我给二号一个好身份 这件事情让我自己的身份 变得特别不做好 我不知道哪里不做好 那如果按照他这个逻辑 他踩了三个人 我觉得金进不对 然后第二个狼坑是五号 第三个七号 剩下他没有踩的人 是不是相当于他给了好身份 我觉得这个逻辑说得过去 如果像我 我给二号一个好身份 不做好的话 那你给了那么多人好身份 你更不做好 而且我觉得从发言到投票 我的身份一直都做得很好 我觉得你头不动我 对 所以马老师如果这把我出了 然后我一定带他 而且我有理有据 而且他又不会打人 说是你 重点怀疑四十八 然后一定要投的话 我可能 会在四和十当中选一个 我 好吧 我说一下 我全场身份最高 你怎么会来聊我呢 你想想看 谁输的吗 牛最高啊 我投的一号 一号是狼 我和六号投的一号 六号被杀 六号带走的一号 一号是确定的狼 三号是狼死踩的我 我是不是全场身份最高 最高的意思是倒勾 是倒勾狼的意思 那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两个狼 我觉得严柔可以排除出来 因为刚才那两票 尤其是有狼的一票 投给了严柔 我觉得那个比较明显 所以现在我觉得身份 最低的应该是康勇哥 然后七号 九号 在我心中两个里面出一狼 萧萧刚才的逻辑 尤其是他 上一把投给黎晴天 我觉得有倒勾狼的嫌疑 但是我不做准 五号我放一放 所以我觉得这一把 我会投给康勇哥 然后如果你们投给我 我也会带走康勇哥 然后 无论投了谁出去 我都建议你们带走康勇哥 这么抢手吗 谁走都要带我走 不想带着你 我说完了过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挺反常的 就像刚刚我觉得三号不是 可是他真的是 对 四号最奇怪 他真的是 在演一种紧张很奇怪的 我觉得那个不需要演 紧张就紧张好了 可是他一直在夸大这个紧张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 应该就是非专业演员 拿捏不好 很顺利 他因为一直在 他这个演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达到了舞台水平 你知道吗 然后二号是看不出来 他的表情是很小的 很像穷雅小说里面的女主角 对 是那种款式的 所以特别特别的不好猜 我不想在他身上冒险 可是我觉得他很可 可以 但是你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演呢 演技肤浅呗 不是 刚刚开始不是这样的呀 你只是有一点 这种演播的灵动而已 现在你是 有点夸张 我跟大王在一起待时间长 他干嘛模仿 到了我会说我会解释 真的哦 但是我觉得我在搞了半天 大家可能都挺恨我的 你是不是下一个要偷我出去 可是我想在这多留一会儿 因为我只来一期啊 你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收到收到收到 我绝不偷你出去 你放心 你看吧 你看吧 马东老师 马东老师今天啊 一来就开始玩那个望眼镜啊 什么 这些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 然后 你踩了我几回啊 每一次都踩你 对啊 那如果我把你弄出去 你带走谁啊 你一个人弄不走我 那我们帮个忙吧 你把我投出去 我也不带你 我带康勇哥 你最好带着洞 我每次听完宁静的发言都很困惑 因为她好像就越来越能够掌握气氛 就让我有一种不安全感 不是吧 我没有投入 刚刚她就严重怀疑二 可是二跟三就明明不是一边 然后她现在又讲二 然后你那个是什么表情 我也看不出来 就是你到底是无辜 还是有罪呢 然后我觉得 我不太想要相信肖肖跟马东这两个人 尤其是肖肖就是 她是狼的时候她演得很好 所以 说明你的身份比我低 哎 康勇哥 我的表情是不会说谎的 因为你动不了啊 肯定有一些人皱眉头了 我就相信你 哎 你演一个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你所有的情绪都只能通过人中表达 然后我觉得 刚才肖肖讲马东的时候 马东一直故意用望远镜这件事情 来遮掩自己的表情 然后又放狠话说要带我走 难道我要假装抽雪茄吗 我觉得好像你就很想要用一个很粗糙的演技来演示你自己 不知道怎么面对别人对你的指控的感觉 所以反正马东聊得很话说如果我们投她的话她就带我走我们就很乐意可以看一下她有没有本事把我给带走 你以为这样讲你就没有人敢投你 不不不不不 可可以投我可以 哈哈哈哈 好啊 偷偷看吧 所以你们知道现在我跟康永哥是对立面的 而且你先招惹我的啊 没有而且这件事情康永哥心里面心知肚明 他跟我是对立面的 对吧 因为你那样招惹我我还 我不是对立面我是白痴吗 是是是 好讲完 好 接下来2号 刚才第一轮的时候大家都在怀疑大王的时候啊 其实我我我看到他的表情跟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当猎人的时候 然后被诬赖成狼的时候那种无奈的那种表情就是狼 两个狼 那种是还蛮像的所以我还蛮相信他是个好人 247都是头的3号 但我现在反而觉得4号有点怪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剩下的那批倒勾狼 然后9号因为他到现在都还在怀疑我嘛 所以我也相信你是个好身份 所以我这里比较怀疑的是4号 他们现在都还在怀疑你所以你比较相信他是一个好身份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人 然后但他不知道谁是坏人 然后他就一直踩我 对 这逻辑也能成立啊 就是装自己是个很善良的女孩 对不起 你再怎么欺负我 我还是觉得你很好 我还是觉得你们都是好人 哇 又来这一套 我每次要相信你呢 你就变成就 没有 装好人 轮到我说了啊 我跟静姐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直是那个表情 因为这局是不是我们常规玩的九人局 我们那个局里面有一个很可靠的角色叫预言家 他能够很清楚地给到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淡定地去听他的跟着他的那个逻辑去走 但是在这个局里面没有那个人 只有猎人 我们只能通过票行和每个人的状态和推理去看谁是狼 去判定谁是狼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非常认真的 那不是紧张的情绪 可能是我的表演有些浮夸 那是在认真思考的表情 我先解释一下我的表情 然后再说 我现在场上只相信两个人 是两个狼人走之前投了票并且死采的人 一个是金静的死采的二号 一个是丽擎天死采的八号 我只相信这两个人 我是猎人 我不怕死 所以说谁现在把火还引在我身上的 如果我死了的话 我会带走他 一个是七号 一个是九号 还有两个狼 我先说一下 第一轮我发言的时候 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五号我是第一个起来 我说我还蛮相信二号说的那个细节的 我说太细节化了 不像是编排出来的 如果说真的林严柔 你这把是个狼的话 这个女人得多恐怖啊 你搞不好你这么想想这句话吧 你现在不是在长牙 你就是为了罢他 再说一下就是金静他最后死的时候 金静他作为一个狼人被大家弄出去 然后死的时候 他假装自己好像要带人 大家想一想 他当时选择要带的是康永哥 对 我觉得这个做法 他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带 但是他选了一个康永哥 我觉得他很像在保护你 好 我们各位可以拿起自己面前的 OPPO21拍照手机进行投票 五四三二一 康永哥得到了四票 虽然投不动他 可是我还是可以把他给带走 所以安全带系好没 我记一下 嗯 真的假的 我们俩到后面去聊新节目吧 好的 好 好 康永哥 你可以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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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我把安全带解开一下 解开一下 解开一下 哈哈哈哈 啊 啊 谁对你把椅子搬到中 你 哈哈哈哈 哈哈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我看着我的狼队友一个一个走掉 我当时真的很心灰意冷 狼人你们要袭击的是 狼人 请闭眼 天亮 昨天晚上遭到狼人袭击的是 对 感谢刚摘下来就送到你餐桌的 聪明超市冠名犯罪的诱惑 感谢年不年轻卡爱手机的 OPPO拍照手机 联合赞助播出犯罪的诱惑 昨天晚上遭到狼人袭击的是 9号 猜到了 哇 我真的猜到了 所以菁姐请发表你的遗言 啊 我是可以带走别人的哈 对 其实这里面好 就 我可能就对她我觉得没有怀疑 其他的几位我都有怀疑 现在还有一只狼 一只狼 一只狼 抓对了就赢了 抓对了就赢了 看菁姐带呗 菁姐不会还是带颜柔吧 她可能带马东而已 她兴趣化的个性 看我一眼瞟我干什么 她刚才的表情你们觉不觉得更好 可以她这样的 我一看她的时候 她先是 她可能要带马东 林静如果你带走 你带走我的话 我说一下我会带走谁啊 我大概会带走萧萧 萧萧了 太棒了 因为她跟萧萧一直护菜 不要带我 哎呀我武功废了 我看不出来因为 七号九号两个里面出一狼 乖乖的 我是猎人我不怕死 我这里是一个 啵啵啵啵的牌 最后菁姐的决定 要带走的是 我对四很有感觉 我带走四号 好 你终结束了吧 小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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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姐 她是一个老戏骨 她能够很快地分辨出 拿狼牌的这些人的表情 你看我就被她捉得死死的 好 所以各位呢 刚才游戏当中消耗了一点热量 我们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吧 好 好 来 多大林小狮子 哇 死娃娃 啊 你认识啊 这个我很久都没有吃过了 这个太夸张了 而且这个折肉根非常新鲜 这是由刚摘下来 就送到你餐桌上的苏宁超市 送给我们的 谢谢苏宁超市冠名饭局的诱惑 好马配好安 好酒配好餐 谢谢马基里女生 谢谢 谢谢 你刚刚是不是觉得 又会被我们冤枉成是狼啊 没有 你看起来曖昧不明 就是 就是宁静在讲说 你脸上有红云飘过的时候就 就是很难判断你到底在演还是 对 她 她那个女孩是那种 让人家猜猜猜的很有吸引力的女孩 她这种是把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吧 神秘 你甩过几个 没有了 没有 宁静在你手底下活过 我没有啊 我很传统 我很传统 你甩过二十个吧 没有 没有吗 但我前半身后白活了 都没甩过这么多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有一个问题 我真的是要憋死了 康哥我这样问 会不会不太好 人家出事是你出事啊 我不在乎 我们顺来再找一个秘书就好了 那我憋着好了 你想为什么 挺吓人的看着 你先 我们剪掉剪掉啊 姜文喜欢过你吗 我觉得啊 喜欢过我的就是喜欢过 没有妈把妈剧掉 哇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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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回答你问题了吗 没有啊 没有 我 我我问过什么 我什么也没问过 咦 我觉得导演 导演在导戏的时候 你说选了一个女主角 就她没有感觉 就我实在对很难相信 对 我也想做幕后导演 对 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女主角 我觉得她不足够吸引到我 肯定男的也不行 嗯 所以我肯定要找一个 特别有吸引力的女人 所以姜文喜欢你 你也喜欢她 为什么不 她那么优秀 为什么不可以喜欢 不可以 看我说我觉得你这样过 这样问真的很过分 很过分吗 没有必要把姜文导演扯进来吗 你真的是 是你干什么 你这是我们的 笨 其实在今天的半觉优惑 一开始的时候我说 呃 宁静写了一篇微博是 谁给儿子的 我一直没有提这篇微博的内容是什么 她说她的儿子 问她结婚是怎么回事情 然后宁静说 我把我儿子的 听音乐的这个 拿过来 然后把所有的歌都删光 然后只剩下一首 然后叫我儿子永远重复的听那一首 难道这就是她对于结了婚之后 在描述吗 就是生活中只剩下一首歌 然后不断的重复播放 是 我觉得女人是更容易习惯的那个生物 就是我们会习惯于某一个人的存在 在我的空气当中 我们会习惯 其实后来如果分手了以后 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也可以不习惯 不用习惯她 但这个人只要在 我就可以习惯她 所以你这个是正面的说 我就这一首歌就够了是不是 然后就一直好好的听这首歌 其实也不是正面 它是无奈的 这句话 它是真实的描述 是 我是真的深深的有感触 这个感触真的是 咽下去又吐出来的感觉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人成长是不容易的 所以很多人以前问说 如果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就是有几个选择 其中有一个选择是 你可以活回去你20岁 我说我不要啊 不要啊 我好不容易才长这么老 我才有这么一颗 感觉到不会被随便摧毁的心 我怎么使 我不舍得我变得年轻 除非我带着我现在的记忆 回到年轻 那可以 不老 真的人的选择是不一样 你看像宁静就会说 一个他把所有的歌都删掉 留一首歌 你像肖肖就选择他有四个 你们全是歌 对的 你在选择走入那个神圣的殿堂以前 一定要多看 多玩 当然 你别再鼓励他多玩了 后面还有一句话 不要 不要伤害别人 你要保护自己 因为如果你不足够多的去看你喜欢的女孩的样式 你会出轨的 你一定会手机里有很多的秘密 然后 那个嫁给你的女人就是倒了血霉了 我鼓励男孩女孩多看 最后那个不同的 那个特别的那个是你需要的 那个才是你愿意停留的 不要莽撞 我特别想今天晚上就去玩 你都结婚了 你结婚啊 对啊 就只有一个就想出去玩 你接下来再玩玩 他只有他老公一个呢 好 这种也是神圣的 神圣的要命从一而终 这是我认为是神圣的 因为我没有做到 从一是从一不知道是谁会忠就是 我首要拿的是宁静小姐加入本社团之前被邀请 回答的一些问题当中有一题非常有种 令人很想要聊一下 其中有一题问的是说 你撒过让你最后悔的一个谎 是什么 宁静小姐的回答是红笔写的 她撒过最后悔的一个谎是我爱你 所以你对一个男生说过我爱你结果 那是一个谎言 是 那你为什么后悔呢 因为我不想推脱 是我不懂爱那个时候 因为太年轻 我有了下一代也是很年轻的年龄 所以当我决定去做一个人生很重大的选择的时候 我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选择 其实我刚刚提到我是从贵州的山区来的 所以我受到的一些教育是比较传统的 另外我的父母是战斗民族 所以他们没有走到最后 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手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不分手的人 我特别着急长大 然后我要做那个特别坚定的捍卫者 最后我没有做到 是因为没有人娶我 对 没有人娶我 就是他们觉得我不是像一个可以在家 给他生孩子和做饭的女人的样子 可能我长得比较彪悍 然后样子又很昏 看上去不太素 所以我就给很多的男人有一些误解 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管教的女人 所以他们可能很爱我 可能很喜欢我 可是最终他们选择的是不娶我 我就有一种危机感 我觉得我会不被嫁出去 我都这么老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只二十岁而已 其实我觉得我怎么办 嫁不出去啊 这个我这么显得我自己很没有市场 你知道吗 最后有一个外国人跟我说 你嫁给我吧 我拿着一个特别小的钻石 你叮叮点 你嫁给我吧 我一下眼泪就下来了 真的 就止不住的眼泪说 这一世界上终于有人愿意娶我 好 我以为是钻石太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应该大一点 好 对不起 真的 因为我们 我是一个爱看童话的人 钻石应该大一点吧 对吧 是 是 但是那个好像很没有气氛的样子 可是那个感动了你 可是他看见我一直流泪 然后他也流泪 然后他就跪在我面前 然后请求我嫁给他 当然没有这么长的过程 实际上我用了一秒的时间回答他 说好 好 我说完了以后 我心里面就 一下一大块就没有了 就特别空旷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情去哪里了 但是我并不自知 我就坚信有人娶我 我终于可以嫁出去了 这时候我二十三四岁吧 对 我觉得哇 太好了 有人娶我 我就嫁给他了 可是当到了那个 结婚的那一天 各种宣誓 我根本不会英语 那个臣妇在那说 说你就照着说就好了 我就跟着人家乱讲 我比较讲了什么 然后我就出嫁了 我一出那个教堂的门 那天是2月14号 然后洛杉矶的天空 上面正好有一个 飞机再放一个粉红色的心 哇 我觉得哇 可是我真的就一下在那一刻 我就一下眼泪止不出来了 我坚信我不爱他 但是我嫁给他了 就是那种感觉很奇怪 后来我一直在尝试如何爱他 然后我尝试过有几天 我觉得我爱上他了 那个感觉是和以前的 单纯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因为孩子也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 现在你后悔了吧 你没有娶我 你后悔了吧 因为后来他们发现 原来我会生孩子 我会嫁人的 他们跟我说 宁静我有点后悔 然后我就有一种抱怨 其实我是说 可能大概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 太晚了 你已经不在我的那个 我现在特别的幸福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福 关键 没有不幸福的理由 然后我就说 我幸福不幸福 所以他们就跟我开玩笑说 以后等你老了 如果有一天你单身 我们还在一起过好不好 我说好好好甜蜜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等我单身 我已经单身了 但是他们没有单身 但是我的单身 不是为了等待他们的单身 因为我觉得过去的感情 我不很感兴趣 因为实际上 我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就是我不大喜欢向悔看 我不喜欢做后悔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选择这种方式是说 如果我喜欢有康科 我就跟有康科在一起 这个时间不知道是三个月 还是三年还是三十年 我不知道 我不去预测 但是我会很爱你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不选择那张纸 其实一个结过婚的女人 尤其是这样经历的女人 会这样想 但是并没有什么广大的作用 你只是追求我自己而已 针对你自己 其实比较简单 现在追求的生活很简单 嗯 谢谢你给我们讲的故事 我觉得这可能是造就一个厉害的演员的 很多重要的人生经历吧 所以这种时候大概只能喝酒而游 来吧 敬你的人生故事 谢谢 阿咪咪听说你这边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人物 我们有个冠名赞助商 要送给宁静小姐一些礼物 好的看看这个礼物是谁吧 好 好 好 这个是 算了那名字 特打登 我想打他 你表辑很抽 你好像 烹飞 真的 郑大影 几日不见你又胖了 别的嫔妃都是吃两口就饱了 看你是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吃的吗 带我 肖大影旁边的婢女现在也能上桌了 把你的牙齦捏起来 你进来是要干嘛的 我是有一个礼物 是苏宁超市的要送给静建 那你圣纸上写的是什么呢 上面写至宁静 荣誉加入饭局 愿婀娜侠女岁月无忧 你是刚才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吗 对 鬼一边 我突然发现了 我马上滚 我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皇上 推我呀 这个是苏宁静 是苏宁超市为您准备的美颜套装 有一些大枣和其他一些水果 都是青春永驻的题材 来 谢谢苏宁超市 谢谢 谢谢您今天光临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特别开心 谢谢 谢谢 我之前好怕的 不是 你们之前来 我就说哪一天的通告 我已经取消一下吧 如果她一来就特别的不像之前看到的那样 很好像之前看到就觉得话没说好一杯酒就啵上来了 也没有是不是很好的一位姐姐 因为她站在那里看着我 没有了 当然她的脾气会火辣一点 然后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生活中对待各种事情都是一个大大烈烈的人 但是其实今天的聊天我是觉得她真的是一个情感上特别细腻且丰富的人 我跟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录一个节目 她对我其实算是有一点之欲之恩 比奇葩说更早 在录节目过程当中她就跟我说 她说小伙子你太聪明了 你快来娱乐圈吧 我真的来了 躺在家里就可以和朋友一起玩的饭局的诱惑的官方狼人杀APP叫做饭局狼人杀 微信首Q应用宝和腾讯视频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搜一搜就可以下载 上喜马拉雅听新一季好好说话 让你饭局聊天不尴尬 嗨乐部间段天天都好看 看视频必备的是什么 腾讯视频VIP 请问你在王者荣耀当中的级别是 博星一吧 博星二 博星一这样 也只是比我高两三级而已 这样倒推马老师大概是青铜 马可大人 你的级别是 我是荣耀 仇待仇待 我都是出去说我自己是女生的 我说哥哥代代我 你假冒女生然后说哥哥代代我 对 然后她就会在游戏里撩我 就说妹妹你多大什么的 我说哥哥我才16岁 骂人也有技巧的 其实就是你骂她的时候都是猩猩 她骂你的时候都是完整的 对 进入玩游戏阶段了 康永哥有可能是一批狼 我觉得真正聊爆的是6号 我觉得5号叫不太好 这把我会带9号 他们踩我的时候 都是怎么戴上我呢 我就觉得他们一定是狼 我是猎 有本事你盗我 我就带你走 投我投他都没关系 投我的话我觉得 那你告诉我带谁 言如今是狼 我是预言家 我自爆 天黑请闭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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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